大家好,是在一水里木鱼的一幕 今天来一个科幻片 2013年美国著名烂片《沙卷风》 一个鲨鱼上天的故事 美国有鱼,其名为鲨 画二为鸟,其名为雕 嗯,沙雕 这是一个很沙雕的喜剧科幻片 目前豆瓣评分是3.8 说这个片烂是因为它堪比上个世纪的特效与老套的剧情 说这片著名是因为它竟然连续拍了6部 能连拍这么多,这明显是很有市场 是一个好烂片 观众嘴上骂着是烂片可还是会去看 而烂片有好烂片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烂片是花几个亿拍一坨爸爸 而好烂片能用这些钱拍好几坨 这一天,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滩上 好基友小黄卷跟小二丁去海边浪 两人一前以后玩得好不快活 两位好基友正在海上浪的时候 小黄卷发现了一个落单的可爱妹子 他瞬间抛弃基友,就跟妹子一起浪了 哼,男人 玩耍过程中小黄卷实力不济被浪冲倒 这时他突然发现了鲨鱼的踪迹 他大声提醒可爱妹子 可爱妹子拼命挣扎呼救 可是一切都晚了 可爱妹子瞬间变道 紧接着小黄卷向岸边的人发出警告 可所有人都给演爵似的 看不见听不见有鲨鱼出现 直到挂掉了好几个人才开始逃跑 基友小二丁为了去小黄卷没有逃 骑着亲爱的小摩托船去救小黄卷 却不幸被鲨鱼咬中大腿 最后小黄卷赶到反向救援 拖着小二丁跑到岸边为他处理伤口 上岸之后 小黄卷的员工 在沙滩酒吧工作的金发妹也赶来帮忙 而其余的群众 就像一群智障一样 在边上来回绕圈圈 都跑了十几分钟的人 还在这儿跑 沙口到身的小二丁感觉很自豪 在酒吧里跟老大爷 显摆自己被鲨鱼咬大腿的经历 而小黄卷则因为永久基友 得到了员工金发妹的崇拜之情 金发妹含情默默地望向小黄卷 要不要拨个嘴呢 小黄卷严肃表示 下手不可以拨上司嘴 几个人都在这儿闲聊的时候 新闻突然播报 说由于全球变短 将一场史无情理的大风暴降临美国 小黄卷听到这个消息 连忙给在6.6英里以外的 已经结了婚的前妻打了一个电话 喂 我这边有鲨鱼在闹海 你要不要搬个家 你如果跟我没话说 请不要强行对话 很尴尬的好不好 前妻觉得小黄卷的扯毒了 拒绝了小黄卷的搬家体验 既然救不了前妻呢 又救别人吧 小黄卷开始着手 真的有异常 一叉子抱着鲨鱼的肾 只见风越挂越大 各种建筑被毁 与此同时还有无数的鲨鱼 随着大浪浪的暗 在干掉了不知道多少鲨鱼后 一切才逐渐平静下来 望着自己被毁的酒吧 小黄卷没有太过难过 反正担心起了洛杉矶的前妻还有女儿 等等 你们这关系有点乱啊 好极有之间的关系 都这么亲近了吗 由于大家都没有想去的地方 一只小黄卷 小耳钉 金发妹 还有老大爷 一起出发去了洛杉矶 这四个人堪逼狱身 或者说是洪水之身 走到哪儿了 又开始下暴雨 车都快开成游艇了 这时候 街道突然被水淹没 钻出了无数的鲨鱼 开始袭击路人 小黄卷这时候坐不住了 我们是主角 我们要救人 一只四人下车 拿出工具 开始救人 可惜其中老大爷为了救一条狗 不幸被鲨鱼袭击 四人组只剩了三个 此时风浪愈发巨大 不过挂了一个朋友 车也轻了很多 一只小黄卷 一路飙车到了前妻家 一个在山上的家 老婆老婆 鲨鱼 虎闻鲨鱼 前妻刚开始还觉得 小黄卷是在扯蛋 可这时候 一个鲨鱼 顺着下水管 又冲了上来 被金发妹一枪爆掉 前妻这时候才相信 小黄卷是担心自己才来的 她联盟邀请众人进屋 她给老公解释 小黄卷为什么来 老公听了之后表示 你是说有鲨鱼 爬上山了是吧 对对对 你骗谁 话还没说完 老公就被冲进来的鲨鱼 给干掉了 干得漂亮 小黄卷面上很紧张 心里很开心 紧接着她又以自身为一碗 吸引鲨鱼 让众人上车 再让老婆女儿 一起去接她在外地上学的儿子 说来也很神奇 这屋子里都成游泳池了 外边一点水都没有 这儿很快到了 儿子所在的学校 小黄卷看到 巧下有一辆校车 我们是主角 我们要救人 就当她决定要救人的那一刹那 雨停了 天请了 水也干了 主角光环功率 开到了最大 不过呢 我很想知道 这个校车到底有多高 水只摸过的车孤落 可是鲨鱼就跟在深海里似的 你这鲨鱼 是依次元有无来的 小黄卷一个接一个 就下了司机 而且几个孩子 孩子们开心地坐着校车离开 司机也不仅发出感叹 你说你为啥不上车呢 众人松了一口气 继续上路 可是车不知道咋回事 越开越晃 这只车顶被一阵距离咬开 原来是一只鲨鱼上的车顶 众人干掉鲨鱼 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下车 小破车这个时候 才安心地爆炸 这种车还挺善解人意的 几人到了便利店补充物资 还去车上搞了一辆新的装甲车 看到这阳光明媚的天气 我这时候已经彻底搞不清楚 到底是个啥点了 为了快点去当儿子 小王姐开车时闯了红灯 这人瞬间成了警察追击的对象 闯红灯是不对 可是远处这么大的龙泉风 你们看不见吗 怎么还在这观传红灯 这个片子跟一般美国片 最大的区别就是 除了主角还有主角相关的人 其他人对于鲨鱼还有风暴 好像是一点都不担心 这人到了儿子的学校 小王带着学校里的老师 还有学生一起找到躲避地 收集工具以便对付鲨鱼 可是儿子的老师就是不听 不可能 得多大的风鲨鱼才能上天呢 话还没说完 老师就被风吹上天了 非得跟主角顶嘴 大家冲到商店开始设计装备 并开始制定灭杀鲨鱼计划 儿子想出了一个奇妙的主意 看着学校里的直升机 往龙卷风里猪炸弹 这样风就会被炸散了 你这原理挺好 就在这紧张备战的时候 女儿跟父亲倒脾气了 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 你只爱儿子 这边父亲跟女儿衍生了文情戏 那边金发被开尔跟儿子聊起了过去 讲到小时候被鲨鱼袭击失去亲人的故事 毕竟快要大结局了 得快点进行感情线 至于小尔丁 他总不能跟小黄姐的老婆聊感情 只有自己个儿很是孤独 正好制定了一个自杀计划 开着车带着炸弹去炸风也 嗯 单身狗嘛 挂了也没人关系 一切准备就绪 炸风计划开始 小黄姐用手枪打鲨鱼做掩护 儿子与金发妹开飞机上天炸龙卷风 一炮下去大风消散 可这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第二三个龙卷风又出现了 小尔丁还没来得及去自爆 就被飞来的鲨鱼给干掉 儿子是打 呃 挂 开着飞机去炸其他龙卷风 可是鲨鱼太多 儿子与金发妹还是逐渐疲软 没一会儿鲨鱼就成功袭击 金发妹就被吞了 儿子也被迫追击 不过他安然无恙 与父亲顺利会施 这最后一个龙卷风越挂越大 无数的鲨鱼像是炸弹一样 推毁了一个又一个建筑 于是小黄卷坐上车 穿着龙卷风就开了过去 在快接近大风时 他把炸弹留在车里 让车自动驾驶到了枫叶 车炸风散 天上下起了鲨鱼雨 一个鲨鱼顺着女儿就飞了过来 小黄卷推开女儿 紧接着冲向了鲨鱼的深渊巨口 你为啥不躲开 你能躲开吗应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叽叽的时候 小黄卷剖开鲨鱼肚子钻了出来 还救出了被鲨鱼吞掉的金发妹 你说巧不巧 真好有同意是 最后小黄卷露着前妻还有女儿 金发妹露着儿子 正然迎向夕阳 面对美好的明天狗儿结束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恋爱狗影片 单身狗没得早 谈恋爱活到老 为什么金发妹能活下来 因为她找到对象了 你们看主角谈的老大爷小耳丁 全都挂掉了 只有金发妹一直努力扫朋友 开局想到主角的媳妇没当成 可是她仍然通过努力 成了主角的儿媳妇 这种奋斗不去努力扫朋友的精神 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